如果那些人有什麼問題 我就覺得社工這份工作不是給很多人做的 如果真的想做社工的話 第一樣東西就是 你一定要文科學讀得好 不可以有D和F繼續很多時間 而且很多時候文科的人 那些老師一定要幫你說一些好說話 如果他們不可以說 你以前讀書有好的成績的話 你都不可以做到一個正式的社工 嗯 但是呢 我就覺得呢 如果真的想做醫生又不想做社工呢 這個方面呢 就很多事要靠你懂不懂得其他的語言 如果一個人只是想做社工又不想做醫生 藥制師一些事情 就覺得好像一個 嗯 沒什麼很多價值 建一個醫療中心做工的人 而且呢 很多時候呢 那些社工呢 他們很多時候呢 他們很多時候講大話 不講真話 要經常呢 逼一些新的社工呢 來幫他們說一些 騙人的事情呢 來搞到他們 可以容易做工 但是呢 很多時候呢 他們呢 這樣說呢 都 嗯 嗯 都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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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薄那些 其他的 其他的姑娘 我就覺得社工就不需要生存下去的原因 是因為 很多時候 如果他們不參與很多那些 家庭的那些管理呢 我懷疑這些家庭都不會那麼容易離婚 因為社工是新的 職業 而且 如果家庭經常離婚的話 而且社工還繼續多過以前呢 那麼很多時候的社工或者 在家庭婚姻之中 已經搞到破壞到 沒得再破壞 就 所以 我就在這個方面來看呢 就 或者社工呢 不要再繼續下去 因為 很多時候呢 他們很丟臉 而且又沒有老公 所以 對 很多人 可以 感谢观看